先來看這個給人更感興的新聞 來看這個正港的台灣國部 高雄記山 這個人歲的志工叫你阿嬤 今年幾歲了 一百零五歲了 身體到很雄心 頭髮很清楚 每天最大的储幣就是去社區上課 到每個老人家來 去跟他們看 去跟他們關心 過程很開朗 很笑看這個你阿嬤 真的幫助別人 是社區裡面的開心果 他又說 他本身外國幾歲 就要做志工做到幾歲 穿了自己的衣服 笑眉眉 彼此生你的手勢 他就是社區來的你阿嬤 也是高零一百零五歲的志工 女兒 我也沒做到沒了 沒有帶眼鏡 旁邊的媽媽阿嬤 要玩擺盡情 都會吹眼鏡 但是你阿嬤 沒掛眼鏡也玩得很開心 只超過一百歲的阿嬤 身體很勇敢 頭髮也很清楚 但那時候的壁闊 就是經常出門跟大家的交朋友 阿嬤最大的幸福就是 跟社區上口做志工 來跟社區關懷獨家的老人 白癢 大家都說 要來這裡 如果來台灣 要來這裡白癢就得得得 他別處一天就好親像 出來的人一樣 親像親人那一天關懷獨家 都沒記憶 而且是充滿關懷 雖然他的行動腳不離邊 不過也沒辦法 反正他疑問 在心幫助人的心 你阿嬤走到的地方 都是這樣笑笑 比家庭形容說是一個溫暖的人 以外你幫助人 也很愛學心 問他說想要做志工 到機會 他說就做到不可以做為志